這次教練是日本的手法 社福平安 火國社店女孩公開他們設下公開的提示小物 只是... 這麼說就是安靜的 那我幫助理 安靜的誒 那我沒有注意要的誒 要不要打壓 不管這些用途是什麼 是打的效果啦 但教練呢 有沒有帶來的 譬如物 兩台共鄰都沒有放到 其他感覺呢 反正左頭的那一天 你不用走過來 然後直接走 另外還有這個的手 還沒比 小姐直接丟了 現在這次賽事全部結束了 他們總算呢 自從一分期 那邊不說 他好像有幫我們安排 就是那個 接觸的那裡 去看一下那個 衛生巷 但這回出國時間真的太長 單人可沒忘記 帶上福家香味 算科學麵啊 或是什麼八寶松啊 或是牛奶 所以這次團體賽 從自己教練說自己 飛機滿足 他們在自己的 測試裡面 然後去做最好的包圍 那我覺得非常的 正常的奧運設計 在於是在那裡想 大家都 各式行為 在大部分 好 那我覺得自己 應該可以再穩定一點 把當下的好的感覺 再抓鬥一點 坦承沒有努力空間 但三人組隊 第一次 團團奧運 最有這樣的生機 或然的表現 值得期待 本身為功 在主機裡 約怎麼報道 北約奧運的最新的情況 在男子七人制 展覽球決賽中 北京以自己 三比一大勝英國 拿下了金牌 這也是北京歷史上 第一任的奧運獎牌 而因此呢 北京總理 隨即宣布 全國放假一天 再來看到喔 在這個抓寶的風潮之下 處理要注意安全 還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有一個二十歲的女大學生 她從寶可夢開放的第一天 就跟男友到處抓寶 但是呢 她擔心在外面沒有廁所 就不敢喝水 加上了天氣熱以及流汗 在隔天上廁所的時候 就出現了濁痛感 接著呢 還頭痛發糟燒 結果發現 由她是因為長時間的煎尿 引發了腎臟癌傷 真的好嗎 好 玩家全部武裝 搭上寶可夢專車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運動 馬路上公園裡 大處都是人 但寶可夢出現的地點 很多都是戶外 台南一米二十歲的女大生 上禮拜六開始 跟男友到處抓寶 她搬進外面 找不到廁所 不敢喝水 加上天氣好熱 好